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后 剧组分为好 在剧中 他们踏踏实实演好每一个角色 在剧外 他们大大方方作售后 没有可以炒CP 也没有可以拆CP 没有可以冷落 更没有互相拉彩 最后 演员们演技精湛 男女主CP感十足 赴CP不宣宾夺主 总之 剧中的每一对CP都很好磕 当然 除了这些主演们之外 剧中的三位配角也很出圈 而且 其中一人已经和正夜城六搭 一 陆明山 何明翰饰演的陆明山人称绿公子 他之所以出圈 是因为他身上有两个典型标签 第一 反差改人设 在别人面前 他是高高在上 无所不能的公子 在祖父面前 却是可怜巴巴 姚伟起怜的庶子 在太子面前 他是精明能干 能说会道的臣子 牛气的时候嚣张跋扈 怂的时候就像个草包 姚伟起怜的时候还有点可怜 不管是哪一副样子 都被何明翰拿捏得很好 第二 心思歹毒 他为了追求权势和地位 做了很多坏事 绑架琉灵 处处给沈焰使绊子 亲手害死心爱的姑娘月灵 耍阴招 让琉灵前去一股和亲 背叛自己的国家 和拓拔太子暗中合作 这样的陆明山 为了得到权势和地位 可谓是机关算尽 二 拓拔猎 神态食言的一股太子拓拔猎 人称拓把太子 他之所以出圈 原因有二 虽然他颜值不是太出挑 但他那迷人的笑 真的好有魔性 每次看到他憨憨的笑 观众就觉得很开心 他简直是全剧的搞笑担当 他的痴情令人动容 自从初见琉灵时 拓把太子就对琉灵生出仰慕之情 而后 琉灵前去和亲的路上 拓把太子仍对琉灵百依百顺 直到最后 拓把太子看到琉灵跳舞的时候 更是垂涎不已 拓把太子虽然是反派 但他不论怎样 都让人恨不起来 真想说一句 这是我见过最搞笑的反派了 三 太子 茅芳源饰演的太子流亡 他之所以能出圈 因为他是全剧 唯一一个一心搞事业的人 可以说 他是整部剧里的全谋担当了 他城府颇深 手段狠辣 天圣多疑 做事果断 可谓是深恩帝王之道 当徐石锦是乖乖听话的棋子时 太子把他当佛供着 当徐石锦有自己的心思时 太子直接舍掉棋子 不得不说 茅芳源把太子这个角色拿捏得死死的 那么 你有没有觉得这位太子有些眼熟呢 其实他和郑燕成在《祝亲好》中 已经是六搭了 一搭是在《丹改剧重生之名流巨星》中 茅芳源饰演穆哲白 他是谢义的经纪人 郑燕成饰丽肖 是总裁的亲弟弟 二搭是在《最玲珑》中 茅芳源饰演一生龙马的肖旭 郑燕成饰演玲珑时 三搭是在颤斗巴阿布中 郑燕成饰演男主 而茅芳源饰演的外星人形态朵喵喵 是那恩浩 造型上完全认不出来的那种 四搭是在颤斗巴阿布之朵星风云中 郑燕成饰演男主 茅芳源饰演楚国公 此时 他们有了对手系情敌的那种 五搭是在《三千压沙》中 俩人是情敌 有对手系 郑燕成饰演男主傅九云 茅芳源饰演婷渊 婷渊表面上是装傻充冷的二萌 实则是心机深沉的二皇子 如今在《诸青豪》中 郑燕成和茅芳源已经是六搭了 虽然剧中的太子心机深沉 但他也是沈燕和刘玲的最大助攻 毕竟只有遇刺的婚事 才能彻底让沈燕和刘玲走在一起 那么 茅芳源和郑燕成合作的这几部电视剧中 你看过几部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